全捷科技 你好,我们是全捷科技 我是高金海 我们现在开始为您做教学展示 我们现在来做的是一个卡方检定 卡方检定是一个点形列连表常常在用的 SIGUA PRO有这个功能 我们先大概讲一下卡方检定 就是分析这个Condigency Table 那你不一定是二乘的,你二乘三也可以 那在我们这个换例,我们就以二乘三为换例 然后我们这边就有三个不同的 在横的这边有三个 Tudra,Fuchius,3,9 然后在横的上下这边有两个 LawLang跟F9,这两个 然后我们看下一个 那你资料的摆放 你就可以照这样去摆 那你如果是你原始资料 你就要这样很辛苦的把它摆 那你全部有几个 那你可能就摆了几个 你这个1,7,1,2,5 这合起来大概有300多个 所以看你的需要 那如果你直接统计好 你就直接可以 以总数的方式来表示 然后做分析 那如果你喜欢用原始的 一个一个打,这样也可以 那在执行的时候 那请你按SigmaPro里面的Statistics 或者你在12版以后 你就用这个Analysis 那下面的都一样 Rate and Proportion 这边是一样 那你就选 HighSquare 查方简进 OK 然后再过来 我们如果是RAWDATA 原始资料 就一个一个版 很清楚这种 你就按刚才4或5 就类别1 然后location跟这个 按种类 然后如果你是Tabular 就是表格类页的 你就把这123 3个栏乖乖的把它放进来 那你4个5个也都可以 这没有问题 然后它再过来 他就把这个 帮你算出来 然后包括你原始的1256 然后还有一个期望值的算 他也把你算出来 然后RAWD跟Colent% Total都把你算出来 RAWD1、RAWD2都有 然后 最后他就给你一个 减定统计量 卡方减定统计量 然后Teclial Freedom 也帮你算 帮你算 因为是3乘2 然后各减1相乘 就是3-1变2 2-1变1 然后相乘2乘1 就变2 而Colent%2 那自由度之后 他算出PValue 小于0.01 所以这边 我们来看这个比例 这边就开 如果小的 那这边就有明显的 这个有差异 到底有什么差异 那就要看一下 里面的这个 报表 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 OK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实际 执行给大家看一次 那我们的资料 一样是放在Statistic Sample 里面 那请你去卡方这边 这边的资料 这边有跟刚才PowerPoint都一样 那我们来执行它 Analysis Case的这里面 Rate and Proportions 我们选卡方这一个 好 如果是RAWDATA 那你就按Next 这个两个是不对 我们要按4 Location 按Category 这两个 然后就把你算出来了 OK 那算出来的结果是如此 算出来的结果是如此 OK 那如果你是要用Tabulate 表格资料 那我们来算 我们来用一下 一样 Analysis Test Rate Casequare 然后我们这边选 表格型的 然后按Next 记住 因为我们现在有三个栏位 Observation 1 2 3 然后我们按Finish OK 那一样 我们把它放炸 这跟 这个报表跟刚才的 是完全一样 那卡方简进 这个的说明 那我就做到这里截止 谢谢 全节科技 谢谢您 再见